哇 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亚洲人走上了白米决赛的起跑线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 嗯嗯嗯 苏炳天加油 这绝对是一场堪称经典的男子白米史诗级对决 凭借一起之力冲进决赛的苏炳天 显得格外耀眼 而那某中国红也是如此与众不同 众所周知 男子白米飞人大战 就是对人类速度最直接的诠释 苏炳天不光代表中国和亚洲 更代表了这个星球山的黄种人 成为第一个战上白米决赛跑道的亚洲人 并在主场打破所有人的认知 让全世界见证到了中国速度 这注定会被载入史词的异常比赛 也是引得场下技术员激动不已 世界最高水平的赛道上 第一位 有一位 新冠的 国旗颜色 黄武运动员站在赛道上 苏炳天 在这之前 苏炳天超常发挥一度领先波尔特 几乎平起平坐 让人为之震撼 苏炳天7%了 7%非常棒 苏炳天7%带乱了波尔特 加速 加速走出 全力出赛 宋炳天 宋炳天 出赛 苏炳天几乎击败了波尔特 最终 苏炳天也是跑出了9秒99的成绩 惊险晋起 创造历史成为亚洲第一人 虽说这是一场群英灰岁的白米飞人大战 但最耀眼的并非是其他五虎的金牌之争 而当属亚洲飞人苏炳天最让人期待 当他代表中国队出现在鸟巢 站上白米学赛赛道的那一刻 原本沉寂的气氛瞬间被点燃 场馆内能听见的也只有无数国人的欢呼和呐喊声 作为第一个代表亚洲战上白米决赛的选手 此刻是无比荣誉 那一抹中国红是如此耀眼 也是如此让人回忆 这也是自刘翔退夜来 在田径赛场上出现的低到中国红 为了让现场观众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观赛感 著名钢琴大师朗朗将用自己最快的手速 在北京鸟巢体育馆内为大家献上一曲 以便缓解大家紧张的心情 世界上手速最快的人 来迎战世界上脚速最快的人 3 2 1 看到这个星球上跑得最快的人 都听得一脸懵 那我就放心了 原来这种高端的艺术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听懂 在本场比赛中 唯有野兽布雷克因伤病而缺席 其他似乎悉数到场 第五大世界级的保持者 永远是这个星球上速度最快的运动员 游战布尔托 第六大也是历史上白米速度第二位 跑到9秒69的泰森格亿 第七大也是今年状态最好 多标孤声最高 从05年比到现在10年的老将 加斯加斯林 第八大还是杨美嘉的老将 最小手机也跑过9秒72的阿萨法鲍威尔 他也是强势回归 这就结束了嘛 还有白米新科飞人德格拉赛以及布罗梅安 再加上首次闯入决赛的亚洲飞人苏炳天 第二道中国选手苏炳天 代表亚洲苏炳天 毫无疑问 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精彩 让人肾上线素飙升 不管是激烈的冠军争夺 还是争夺铜牌和银牌 这都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彩对决 这个比赛呢有很多第一次 历史上第一个9位选手进入白米决赛 历史上第一位亚洲运动员 站在白米决赛的赛道上 历史上第一次 所有人都是以十秒以内的成绩进入决赛 没能跑进十秒大关 都不好意思站上去 每个参赛选手都必须毫无保留地 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就连博尔特也要位居三分 本场比赛的冠军究竟花落谁家 博尔特还能继续 卫免白米飞人的王者地位吗 一场足以载入历史的比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全神贯注地去欣赏比赛的每一刻 千万别眨眼 比赛开始 博尔特竟花落 博尔特以0.01秒知差领先加特里 在终点处完成压陷绝杀 博尔特竟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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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依然是这个星球上跑得最快的人 老将加特林则位居第二 两位新科百米飞人 以9秒92的成绩并列第三 一场比赛出现诸多奇迹 世锦赛史上第一次出现两位选手获得铜牌 虽然亚洲飞人苏炳天 在本场比赛中并没有取得奖牌 但是能站上百米决赛跑道上 就已经创造了历史 也是带领中国田径 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说 好歹也是个世界第九 是第一个进入世锦赛百米决赛 和奥运会百米决赛的亚洲人苏炳天 这无疑是中国田径界疑似难得的狂欢 当国人在短跑领域出现真空 而苏炳天横空出世 及时弥补了这一空缺 让中国田径再次燃起了转身突破的新希望 事实上 在背负荣誉的过程中 同时也背负着更大的压力 已经有不少人已经开始 把他和刘翔拿来做对比 我们应该保持从容平和的体育心态 也该淡定一些 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不容诋毁 至于下一个成绩 随他去吧